好,各位大家好 我們講說聯絡社 從9月20日開始 按理我們洛水貨的南華開始出發 跟我們親主共學團聯絡社 要學我們台灣33天 我們10月以前的 按理中華 經過洛水貨完成我們的環島紀錄 這是我們共學團 跟孩子跟媽媽做的學習這個土地 任何我們台灣這個島式的這個行程 好,當然當時呢 我們有一個車 你說我們今年要做一個大街 叫做台灣總統 我們要選台灣總統 我們要拍一些電影 自己的國家自己購 自己的電影自己購 所以我們這個故事 簡單說就是 我們要拍這個 這個四百年前的名字 跟我們現在的名字 相關的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呢 發生在我們台灣的中南海 中南海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中部的海域 跟這個南部的海域 這個十四世紀 包括荷蘭朗 電子用 甘肅座 這些所有的海上 全球自由 跟自由的目標 跟我們原住民發生的故事 這個主角 是一個打落的 他其實是我們 當初十四世紀最大的原住民 博禄 差不多是 勒水客人 北京華 我們現在叫做 荷蘭人 荷蘭人 叫做博禄 就是說四百年前 一個打落的 四百年前 他沿回鑽水之後 一個小名 他變成我們台灣 一個正常的公民總統 一個小民 創下的總統 所以我們這齣電影 也希望說小民 來高東 作為把我們 守移我們台灣的故事 因為這個正反 就是說 我們的歷史 因為這邊政府的社會 也從本家所控制 是精神 生活在這個土地的人 所理解 所喚醒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 借金的歷史 我們暗算 愈愈愈愈愈 12月 這齣電影 可以集園 大家對我們台灣的一個交代 對我們自己的土地 有些實施感了解 感謝大家